讲个我朋友家一夜暴富的真事 当年他父亲在北京某国企负责项目开发 后来赶上改制 有栋烂尾楼要作价卖掉 以收回现金 用于安置公邻买断的员工 这栋楼当时造价4000万 大家都知道国企仍浮于事 效率低下 所谓造价都是虚的 改制时公开以2000万进价 但是市场没人接 为了完成改制任务 上级领导就要求 当时的项目负责人 他父亲买下来 他父亲没同意 因为家里没钱啊 领导说要完成任务 只能你来解决 他父亲就说 要不然单位同事集资一起买吧 我个人实在没这个能力 但是没人响应 改制任务完不成怎么办 后来领导说 这样吧 我们去协调银行给你贷款 这栋楼抵押给银行 由你偿还贷款 在这种情况下 他父亲没办法 只能接受 接下来的五年 我朋友说 你都不知道 我们家是怎么过来的 省吃俭用给银行还钱 我爸几个月头发就白了 满世界脱关系 找人把楼分割出租 满世界找买家接收 哪怕赔点钱都行 两千万贷款压着 一家人提心吊胆的 生怕哪天父亲身体承受不住 也算是运气好 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开始了 北京的房价暴涨 这栋楼卖了八千万 这时候周围的人羡慕嫉妒恨啊 开始骂他父亲占了国企改革的便宜 包括当初他求着让集资的那些单位同事 也在说这楼本来造价多少钱 便宜卖给他了 这是侵通了国有资产等等 这些人都忘了 曾经他父亲求着让他们一起集资侵吞 他们不但不接 还在他家艰难的时候说风凉话 现在他父亲是等来了春天 如果没有熬到后来 中间还不起贷款破产又会怎样呢 你们说这钱是不是他该得的 他家真的是一夜暴富的吗 谁能说人家不是付出了很大代价呢 其实那时候很多国企改制都是这样的 因为国家已经不堪重负 要减轻老百姓负担 改的几乎都是亏损企业 接受那些烂摊子的人 有的后来赚了钱 比如曹德旺 有的破了产 甚至跳楼 早已被人遗忘 凡事都有风险 收益与代价大都是成正比的 不是外人想象那么简单 所谓的一夜暴富 往往是我们只看到贼吃肉 没看到贼挨打而已 是一个后来几乎是一夜暴富的 中心翻译